Hello大家好我是黄斗 现在的很多视频内容呢都会用到一些航拍的元素 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在视频里添加一些航拍的素材 但是可能你又不太想专门花钱去买一个航拍的机器 在我上一期Vlog的开头呢我就用到了一个用第三方软件制作的假的航拍的效果 有一些朋友就在问我到底是怎么做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用零成本制作出一个假的航拍效果 我不太确定这个效果用到现在会不会有些过失 但是我还是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比航拍更厉害甚至是更灵活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从地球外的一个视角一直推进到类似于航拍的视角 甚至可以再拉进到地面地表上 就是你所在的位置或者你想选择的位置都可以 非常适用于一些旅行的Vlog 就是你想显示你所在这个地点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是怎样制作的吧 我们想要做出这个效果呢 主要用到的一个软件就是这个Google Earth Pro 之后的视频呢肯定还是需要一些剪辑的 你可以用任意你习惯用的剪辑软件就可以 OK我们先Google搜索这个Google Earth Pro 然后我们点击到第一个里面 它是有很多版本 然后我们需要用到的呢就是这个Google地球专业版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把它下载下来 我不太确定国内的朋友是否可以下载 或者有没有其他软件可以代替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没法下载呢 大家就可以使用些其他手段来帮助你下载 好下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软件打开 进来了以后呢它前面也会有一些类似于使用教程 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软件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界面吧 左上角呢就是搜索你想要的地址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些你保存的位置呀 还有之后我们录制这个游览的视频也会保存在这里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图层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显示这个边界跟地名 你也可以选择把它给隐藏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就是调整一些视角 放大缩小这样 这个软件的功能还蛮多的 大家可以之后慢慢摸索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呢就是我们能够用到的几个比较简单的功能 像如果我们在搜索里呢只搜索一个比较大的地名 那洛杉矶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搜索 好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带着我们通过这个太空进入到地球 好现在就是显示的基本上我们就是这个洛杉大洛杉矶地区的整个城市 如果你的视频里呢可能只需要用到城市的地图 就只用输入这个城市名字就可以了 然后你也可以后期再用手动把它放大一点点 如果想像我之前展示的介绍一个城市更加细节的地方呢 我们就尽可能的来输入的地址呢更加明确一些 因为我的这个是中文版的嘛所以直接输入中文就行了 输入英文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输入这个斯坦布斯中心 然后点击搜索 好可以看到当你输入一个更加明确的地址里以后呢 它就可以帮你带入到一个更加近景更加细节的地方 然后之后后期我们也可以这样手动的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接下来呢我就是教大家用这个软件里的功能来把我们整个流程录下来 好现在呢我们退回到最原始的你想让它起点开始的这个位置 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更远 让这个地球显示的更小 你也可以更近 可以把这个边界和地名关掉 这样的话就看起来我觉得更加美观一些吧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示范一下就是 比如说你在vlog里想介绍一下你去吃饭的某个餐厅 但是那个餐厅的位置呢可能又比较难找比较复杂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让观众更加直观的看到那个餐厅的位置 我们就现在上方的工具栏里有一个叫做录制游览的功能 这个小摄像机我们把它点开 好看到下面呢就出现了这个录制的按钮 可以在这边呢先搜索你想要找的名字 比如说我就搜索一个江湖东 这个话就是来洛杉矶很多人都会来这边吃饭嘛 但是那个位置呢又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就拿这个举例子 好我们搜索好了以后呢 我们先不点击这个搜索 我们点击录制 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红色的按钮 好现在呢它就已经开始录制了 好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击这个搜索 好可以看到它现在呢已经开始移动位置了 然后帮我们带到你想要找的这个地方 有点卡刚才 但是现在呢可以看到它离我们的目的地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们呢可以后期的手动对它进行一些拉近 就我们把鼠标放在右边的这个位置呢 点击这个加号 好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就更加接近于我们的这个目的地了 同时呢你也可以拖动一下这个视角 让大家来看一下周围的情况 或者说是比如说说这边呢可能也有家烤肉店还不错 如果江湖动时间长了可以来这边或者是这边有一家奶茶店啊等等 通过这个地图呢就很清楚的跟大家介绍周围的情况和一些分布了 好当我们录制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点击这个红色的按钮 它自动的现在就是帮我们再回放点击右边的有一个保存的按键 然后我们可以起个名字 点击确定 好现在呢它就保存在这儿了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将刚才录制的这段视频导出 我们把它这个关掉 关掉刚才录制的这个按钮 然后在最上方呢有一个工具栏里 最下方有一个叫做视频制作程序 打开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保存的这段视频了 名字也在这儿 然后我们在这个浏览中呢选择你想要保存的这个文件夹 视频的参数呢最高可以选择这个4K的 4K的话大家在后期呢可以对它进行放大缩小一些调整 但是为了时间考虑呢我今天就导出这个1920x1080的速度会快一些 下面的文件类型呢也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文件类型进行一些修改 等一切都设置好的时候呢我们就点击这个录制视频 好现在呢我们刚才所录制的这段视频就已经导出了 我们打开你想用的剪辑软件任何剪辑软件都可以 把刚才导出的视频呢拖拽到时间线上 现在呢我们就要先对刚才录制的这段视频进行一个剪辑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刚开始运动的前几帧吧 然后前半部分就不需要了 我们再找到后来呢它地图自动帮我们定位到的这个画面 尽可能的找到就是定格之前的最后一帧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之后我又对它进行了一个手动放大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我刚才手动放大的最前面的一帧 然后把中间这段没有动的区域把它剪掉 现在呢两段视频就连在一起了 但是它的动作呢不是很流畅 因为这个电脑在我们帮我们录制的时候呢 它到后来的部分动作是比较慢的 如果不太在意这个中间有一点点停顿的朋友呢 实际上这样连接起来就可以用了 如果你很在意呢也可以对它后半部分的速度进行一个调整 就是在它速度基本上放慢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对它速度进行一个加快 这个快慢的速度就可以通过我们后期来稍微调整一下 尽可能要保证这个软件帮我们放大到最后一张画面 和我们手动后来拉近 这样真的能够尽可能的相似不要太跳 这边地图是有一个饭店字幕的 但是它看不太清 我们可以后期呢手动的添加一下这个饭店的名字啊 或者地址一些有用的信息在这个视频里面 这样就比较方便大家来了解这个餐厅的信息 这样这个餐厅的入口呢可能比较难找 也可以在这边添加一个箭头 这样就非常直观的可以跟观众介绍 就非常适用于我们平常做一些 比如说美食Vlog或者是出行啊旅游 需要用到这个明确的地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实现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算你有航拍 也不至于说专门为了一家饭店拍一下周围的情况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允许拍 所以我觉得利用这个Google Earth做一个这种小视频 放在视频里不仅可以丰富一下视频的内容 更主要的是方便又直观 我们也可以用在一些旅行的Vlog 比如说这里我有一个这个喷泉的视频 我想利用这种方式呢和我原本所拍的素材呢 相结合起来 前期的整个流程就跟刚才一样 我们点击这个录制由来 然后输入地名 那这种情况它可能定位到了 并不是你想要找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需要再更加细致的输入一下 好现在呢我们找到这个拉斯加斯这个地方了 依然是点击这个录制的按钮 我们点击搜索 我们最后需要的画面呢是站在大概这个位置 面对着喷泉的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儿有个小人 它是可以进入街景的画面 然后我们把它拖拽到这个街上 可以看到这边路上 它就你就可以拖拽到你视频里大概在的那个位置 好我们拖拽过来了以后 它就自动把我们带入到街景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转动一下这个视角 找一个尽可能和你那个视频接近的一个视角 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停止录制了 依然是一样的步骤 把它给保存一下 关掉工具视频制作程序 还是导出1080p的一模一样的步骤 然后点击录制视频 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导入了这段素材 刚才后面这段我没有录得很好 所以我又录了一遍 然后呢把它们拼接起来以后 把后来我们想要接的这段素材放到最后 因为从这个画面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就转换到了街景的模式 但是呢在它录制的时候 是没办法帮我们录制街景 就录制出来的还是这种 相当于一个虚拟的3D街景的效果吧 所以出来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可以看到这个树就很挡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 它就我试了好几遍 它就是总是往上跑 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找到 最后和你的这个画面 比较相似的一帧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依然是稍微调整一下它的速度 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bug的 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还是很慢 所以呢这个地方 也可以让它稍微加快一点速度 这个区间让它的速度稍微变快一些 这个后面呢 基本上让它尽可能的能够 衔接在一起吧 但是肯定是没办法这么完美的 如果大家有航拍机的话呢 实际上可以用航拍的素材和 这前面的一段素材结合在一起 你航拍可能能实现大概这个画面吧 然后就可以在这的时候呢 和你真实的航拍素材相结合 这样看起来就会更酷一下 这个图呢 就是从远处看起来还挺真实的 从近处看 可以看到就它是一个虚拟的效果 这个依然是提供了一个 在Vlog里更加丰富的 转换地点的一个效果吧 之后呢 就可以添加一些 你Vlog里真实拍摄素材内容了 这一段呢 就是我上一次 那个去海鲜市场Vlog里 做的这个效果 就是用了这个方法 然后添加了一些字幕 依然是手动拉近 然后就后来就接了一些 我自己实体拍摄的一个画面 基本上也是这个角度吧 这个实体拍摄画面以后呢 我又衔接了一个周围的海边效果图 所以我觉得这个Google Earth Pro 这个软件呢 用起来非常简单 然后它还可以 甚至可以转换到星空火星月球来看一下 在视频里加入一些 这种比较简单的效果和元素 就可以让视频内容看起来更加丰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样 希望能够对大家做视频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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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